中山东区经济总部 保龙城和保利 昨天同一时间开盘 当初未开盘之前 吹风价是23000元 每平方大装修起 现在开盘卖1.8万起 这两个开发商是否在真正打价格战 还是大家一起协商好 一起过来造势呢 首先它1.8万的单位 是只有那么几套 其他的单位是卖1.9万到2.2万这个幅度的 但东区加经济总部的地方 先卖1.8万起这个价钱 怎么说它都是中山的未来的CBD中心 让其他地方的马安岛 石崎 南区 西区 这些超2万的楼盘 怎么跟它一起去竞争呢 记住 奇光新城的总部区 它起码需要5年的时间去发展 但东区其一个开盘价都有惊喜 其他地方的新盘的开盘价是否都有一样的惊喜呢 如果你想在大湾区买楼的 有空就问我两句吧 多谢大家收看